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海的爱沙尼亚 就是一个小而精致的典型代表 还有着很多与旅游相关的头衔 来到这里的人们会看到中世纪的城堡 可以呼吸到世界上最干净的空气 还能领略一下另类的鞦韆文化 当鞦韆是爱沙尼亚的一项国民运动 早在上世纪的初期 爱沙尼亚人就已将这项休闲运动 在全国推广开来 当时最流行的是这种木制的小鞦韆 进入近代以后 鞦韆文化在爱沙尼亚 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90年代 引入了360度的项目之后 鞦韆运动便一举奠定了国际 这不可动摇的地位 所谓的360度鞦韆 顾名思义 就是利用惯性 进行360度旋转的鞦韆玩法 不要以为任何人都可以站上这块踏板 在空中成功旋转 需要很强的手臂和腿部力量 必要时还要用到站立 坐下和冲刺等技巧 爱沙尼亚的荡鞦韆联盟 每年都会举办360度的比赛 报名的运动员 必须要有成功挑战过 4名以上鞦韆的经验 目前最高的鞦韆记录 已达7.15米 而爱沙尼亚人 随时都有可能打破这个世界纪录 他们在这个领域 确实是统治级的表现 一个当之无愧的 荡王之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